今天很大風 不過陽光燦爛 在我後面的就是杜小玥 我去年就來過這裡杜小玥 今年就聽說他們有些新搞作 進去看看他們有什麼新搞作 進去吧 我去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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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回家 我去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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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人套餐,四人套餐,包括六人套餐 啊,好啊,不用想 我们最怕见到这么多,就花多了 所以我们见到那套餐,都会变大一点 因为你们和我们一起想起来 那今天呢,我们想阿妹过来 好,那我们会给你们看一下上一个四人套餐 好,谢谢,谢谢,谢谢 好,有请 然后我们就开启,试试吧 不客气 好 谢谢大家 HELLO 大家好 多人多 肥斯拉阿威 剛才Bobby就跟我們介紹了 這個四人套餐 現在的菜就上齊了 其實都未齊 因為還有些甜品味道 那我不等了 開始了 因為 哇 香得好緊要 那我逐個逐個再介紹一次 首先是淡仔麵 淡仔米粉 黃金泡菜 這個是前菜 這個是鮮蝦醉月 哇 很好聽的名字 很厲害的酒香 另外這個就是櫻花蝦高麗菜 特意在台灣運過來的櫻花蝦 這個就是豆酥雪乳 上次我介紹過的 這個就是筍肝蹄磅 即是筍肝圓蹄 在我面前這個就是牛排骨 很大碟 大家乾杯 如果呢 長者來這裡是送茶的 免費的 上次我吃過 杜小月出名的淡仔麵 這次就要嘗試他們的米粉 台灣的米粉 一樣很出名 為什麼呢 因為夠幼 吃法就跟上次師傅說的一樣 先聞一聞麵 很香的蒜蓉味 和少許肉醋味 不同的呢 今次多了一隻滷水蛋 不過都是這樣的 拌勻它先 拿開蝦 拌勻它 其實可以將蝦浸一下湯 讓蝦有湯味 和柔軟的 因為太熟 因為太熟 蝦就 沒有那麼爽 拌勻它 大家看到 這些米粉是很幼的 化分量幾多 下面有少少芽菜 嗯 流口水 先喝一口湯 哇 哇 鮮甜 哇 哇 可以整碗喝光 不是了 不是了 吃點米粉 湯是很鮮甜的 很香 米粉是很爽的 又幼 一咬 然後呢 就可以斷了 但是它不是軟 那隻 是很爽 和很入味的米粉 兩種來說 我發覺我還是喜歡米粉 多些 因為它夠幼 而且 吸的湯 就可以吸得多些 還有要試一下 這隻專門有人 是無名而來的滷水蛋 整整包買回去 先剪開滷水蛋 可以看到滷水蛋的蛋白 全部變色 很好吃 即是說 它老得很入味 蛋白的顏色 全部變色 好味 不知為何我試到 有少少好像煙燻的味道 不知它是不是煙燻過 不知 還是我的錯覺都不定 但是很入味 怎樣都要試完 淡仔麵 雖然說上次吃過 看看有沒有改變 然後拌勻 然後拌勻 加上芽菜 肉醋 麵也是很吸引 雖然上次吃過 這一種是油麵 麵加上芽菜 或者米粉加上芽菜 配搭很好吃 因為臨中有爽 加上蒜香 辣辣的 真的好吃 不過兩種來比的 我都是貪新忘舊 我比較喜歡米粉 接著就是 很出名的 黃金泡菜 這樣 先拉過來 試試 先吃一粒杞子 然後 黃金泡菜 加上下面少少有些黃金汁 哇 好香 這個 嘗嘗 很久沒吃過 甚是懷念 很甜 脆 鮮甜 少少少酸 少少辣 很開胃 還有少少蒜蓉的辣 在裡面 顏色又漂亮 味道又好 好 吃完 吃完這些 可以多吃幾樣 好開胃 哎呀 繼續 這個又是肉霸不能 到這個 鮮蝦醉月 好喜歡這個名字 太好聽了 好 好 中間有粒紅棗 咦 哦 這些 不知道是什麼來 下面有少少的 好像是薑 OK 蝦都處理過的 對呀 是剪了些刺 還有蝦酥 剪了 很細心 這樣呢 這樣的做法 除了方便客人之外 另外就是它這裡 更加容易入味 夾快來看看 看看這個是什麼 了 甜甜的 嘩 好像是當歸那類 這麼飽 不過那些汁呢 就真的很好吃了 那些酒 酒來的 花雕酒 吃一下 這隻 不下手不行 冷的 冰涼 這碟蝦的蝦頭 看到 很多蝦膏 紅色 透透出來 嗯 好香 嘩 好味 酒味呢 甜甜的 有少少辣 即是 酒那種辣 不是薑那種辣 很鮮甜 這隻又是很難忍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蝦除了可以剝完殼 就這樣吃之外 我就建議 再點一下這些 藥材的花雕酒 更加香 酒香撲鼻 吃蝦吧 是很鮮甜 不過我覺得呢 我覺得呢 好像呢 調味呢 蝦 蝦本身就鹹了少少 可能它醃得久 那些味道呢 就進去 都好吃 再吃多隻 試真點 我覺得全隻蝦最好吃的部分 就是蝦頭 這個蝦呢 還要再說一下 這個蝦呢 是比較偏鹹的 那這個是台式的做法 因為很多時候呢 就可以用來 送酒 送飯 這個醉蝦呢 跟其他地方的蝦呢 就不同的 因為它會煮熟了 然後浸 浸 不是山浸 很多人都不敢吃山浸那種蝦 好了 到香酥鱿魚 鱉一塊鱉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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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鱉魚 鱉魚 這樣 加點醬 看看這些香酥 看看這些香酥 上面就是炒過的 這是磨碎了的黃豆 很鮮甜 有點脆 這個菜可以送飯 薯魚肉非常嫩滑 而且挺軟 這個薯魚骨不多 所以小朋友和老人家都適合吃 魚肉真的很嫩滑 這隻魚的脂肪很豐富 可以有些很甘義的感覺 因為薯魚加上醬汁 味道很好 而且不覺得有腥味 真是野味的菜 但無論點小骨也好 都要小心 櫻花蝦高麗菜 先夾櫻花蝦 看見都知道很寶蓋 高麗菜 哇 份量挺多 挺大隻 聞到有少少的麻油味 櫻花 這麼小隻都是蝦 是不是 咬下去 軟軟的 又脆脆的 很有趣 跟蝦米不同 鮮味不錯 出了鮮味出來 越咬就越鮮 真的就這樣吃蝦都不錯 簡直可以當小吃 咬下去的時候 鮮甜味滲出來 再加上高麗菜 看看 爽 這個菜炒得非常之好 因為它下的甜味料 真的不多 主要是靠菜本身的甜味 和蝦的鮮味 混合地炒出來 精彩 越簡單 難度越高 如果沒有其他菜 我想我一個人 吃大半碟都可以 這隻櫻花蝦 和這個菜 真的令人又是肉霸不能 這裡都有飲品供應 我就要了一杯 青檸愛肉冬瓜露 和北海道特龍奶茶 先喝一杯愛肉冬瓜露 在台灣 愛肉冰是非常出名的 都很久沒喝了 現在不用去台灣 這裡的六滴小鍋 就有愛肉冰喝了 先攪拌它 裡面有青檸 和有些好像雲狀 這些就是愛肉 喝了 這些滑滑滑滑 好像啫喱那些就是愛肉 台灣的特產生果 酸酸甜甜的味道 是很特別 但是喜歡的人就會很喜歡 因為那些人比較少吃這種生果 大家不妨一試 這個是醬烤牛辣骨 我吃一塊小的 那些香味很濃厚 很香濃的味道 好像有少少醋味 很容易一口就吃光 因為太軟了 一咬就咬一聲 那些筋的部分一樣軟 不知道它怎麼做 味道就很濃香 但是我覺得味道 如果較甜一點 那就更加適合我了 剪開裡面看看 有些啫喱 裡面的肉色 是這樣的 少少粉紅 但是很軟 這個牛辣骨 挺重牛味的 有少少辣 挺開胃 味道很濃郁 很濃香 有一部分就會有煙韌感 煙韌韌韌的 甜一點就好了 刀叉出動 來吧 切開它 嘩 好軟 你看一切下去 可以一切 就切到底 圓體也可以開箱 多美 這裏有少許肉汁 看到都很彈 很香的 筍肝味 好了 切點來吃吃 這樣吧 嘩 好容易散 看到都流口水 好肥美 再加些筍肝 台灣人是非常喜歡吃筍 筍肝 筍肝 筍肝很軟 入口即化 沒有渣 有些咬口 好入味 因為它本身有少許鮮味 有少許鮮味 筍肝 還有這道菜有筍的特別香味 吃完看 當然是先吃豬皮 好香 好香 入口即化 這裏的調味剛剛好 淡淡適中 不用家庭 好吃 它連瘦肉的部分都不柴 好軟 好入味 超好吃 還有豬皮 哇 一流 我是當吃骨膠原 這樣吃的 千萬不要當它是肥豬肉 骨膠原來的 怎樣都要這樣跟自己說 是不是 太好吃了 這個很精彩 是時候吃一碗佛跳牆 跳牆都要來吃 看看是怎樣厲害 看看這個台式的佛跳牆有些什麼 看到就是有鮑魚 這隻應該是瘦肉 豬腳 冬菇 還有菜 芋頭 芋頭都有 多少豬腳 在裡面 有栗子 另外這些 大家猜一下是什麼 炸過的鵪鶉蛋 一口湯來喝一下 這個台式佛跳牆有兩隻鮑魚 但是我就覺得有四隻就更加好 因為這個是四人套餐 一人一隻 不用搶 冬菇 豬手 一口湯 四個人肯定喝不完 滿滿的一鍋 先喝一口湯 甜 甜 真的甜 真的甜 這種不是加糖那種甜 是它本身的菜那種甜 這個台灣的佛跳牆 跟福建的佛跳牆不同 福建的佛跳牆 通常加幾多海味 這個台灣的佛跳牆 素菜方面比較多 我先吃一下豬手 非常軟 加上湯一起喝 非常鮮甜 再吃一下鮑魚 鮑魚不同於豬手 它就有些咬口 就有些鮑韌的 就要咬一下才行 但是都是軟滑的 咬久一點就有些鮑魚味出來 哎呀 我先吃一隻鮑鶉蛋 炸的鮑鶉蛋 又叫虎皮鮑鶉蛋 炸完之後 鮑鶉蛋的外皮 即是蛋白 比較軟 軟軟軟的感覺 吃下去的效果 和平常吃鮑鶉蛋 是不同的 再加點湯 更加好吃 這個餐好滿足 最後就是圓滿的結尾 黃金 松草露 好漂亮的色澤 下面有少少的松草花 橙黃色 再加杞子 色澤很吸引 它的濃度不是太稠 又不是很稀的那種 剛剛好 在我的角度 我覺得填上少少就更加好 少少酸酸的味道 但是真的甜點好 這個甜品的雪耳打碎了 所以淡淡都是雪耳味 吃完剛才這麼濃味的東西 吃這個就可以調節 平衡 挺特別的甜品 甜點更加好 這次真是很感謝 杜小葉的請我來試菜 因為這些菜 外面還未有 即是說 還未推出 三月才有 不過如果你是肥斯拉的網友 不妨來跟她結合 應該有供應的 那我就會把所有的資料 放在描述欄裏面 如果大家有興趣 不妨打開來看一下 順便訂閱 肥斯拉Yamay的頻道 點讚、留言、按下 叮噹仔和分享出去 多謝 下次見 拜拜 拜拜